我们就开始进行我们今天的课程的讲解 好吧 OK 颜小华是吧 谢谢小枫 谢谢你的画画 你的明亮 你的不能群视频 你的版本不对吗 还怎么回事 这些问题的话就是半准反馈了 我就开始讲课了 好吧 今天我们主要就是跟大家集中的把这个 第一阶段的第一课程是加万语言基础和OOP入门 对加万语言基础这一块来讲的话 我觉得大家可能这个 这方面的话应该掌握了比较扎实一点 对吧 那我们的这个OOP这一块 可能就是刚入门的同学呢 就觉得有点困难了 甚至于说不太理解 就是看到老师在写的 可能看到老师这个风老师当时这个讲 看的时候理解了 但是呢 自己做呢 就不太理解了 是不是 那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着重的把这部分给大家讲一下 是吧 那么我们今天的主要讲的话 这个 讲的话就是按照这样的任务去跟他去讲啊 但是首先大家注意的话 就是看看你们的屏幕有没有不清晰的啊 不清晰的话就点下面这个1比1知道吧 如果说有什么声音不清楚的 或者说画面不清晰的 那一定要怎么样呢 即时提出来 知道吧 我给你们帮助人沟通 好吧 那么本次课的话 主要就是通过我们的一个内部测试 大家这个测试题有没有做啊 好 谢谢杨小华 小华其实挺乖的 那么我们这个内部测试题大家有没有做啊 小华也很活泼 谢谢你 测试题有没有做 我们这个测试题 知道哪个测试题吗 就是我们这里的 下十秒迟到 迟到的打屁股 这个测试题有没有印象 同学们 也没做啊 就整个打 看的 看的同学给我打1 做完同学呢 给我打个2 没反应 那就说明你们既没看也没做咯 赞了 非得跟我做对是吧 乖啊 听话啊 不要这么不要这么调皮了啊 再调皮我刻的讲完了 不管你大家这个做还是没做啊 我们跟着大家一起呢 我们就把这个题目给他讲一下 没时间啊 没时间我就带你们去 有时间的去把这个内容给你们讲一下 认识去听啊 如果说哪一题 就是说大家觉得没听 明白 还没听懂 那么赶紧的就是在群里问一下 好吧 那我们开始展题 在展题过程当中呢 给大家把这个加碗的支点 跟他梳理一下 就假如送到了哪一个支点 我们就跟他讲啊 好 谢谢张伟 你是大张伟啊 小张伟啊 然后重点呢 我们讲一下集合 因为好多朋友就提到了这个集合 这个 这个事情 是不是 所以说今天把这个集合给大家讲一下 完了之后呢 就是利用这个面向对象思想 来结合一些集合 我们做一个例子 按例的话我们后面下面的PPP呢 就会跟他做一个介绍 大家不要着急 然后我们就是后面提供了一些服务 就是比如说我这个视频 我刚才跟他讲了全程录 实录 然后呢 也会发在群共享里面 明天这个大家如果说 还想在中间看一下 可能下下来 没有来的同学呢 也可以的 是不是 大家可以转告一下 还有一些需要的一些文章呀 我们都可以跟大家去 就是告诉大家 然后的话这个呢 四个是我们后面的计划 就下周一 那已经提到 提到我们这个日程上去了 下周一呢 我们就开始讲我们的这个 Malbitis 下周一开始讲我们的这个Malbitis 我把这声音开大一点 下周一呢 就开始讲 我们就是如果对于Malbitis不明白的 或者没听没用过的 你可以来听一下 就是介于GDPC和Huvernet中间的这一种 数据库持久化技术吧 然后下周四五 我们照常呢 讲我们这个VIP课程 那么 今天课完了之后 明天课完了之后呢 大家就及时的去关注一下课表 去把下周的内容呢 提前预习一下 好吧 OK 然后我们这次课呢 就是第一个是巩固本门课程的一个支点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 特别是大家不熟悉的 一定要认识去听 然后掌握集合的应用 然后加深对我们这个面向对象 就OOP的一个理解 然后OO的理解 然后呢 转换到并程上去 OOP就去面向对象并程了 对吧 这是我们此刻的一个目标 然后呢 我们这个支点呢 主要有这些 主要这个支点 其实就源于这个里面的 这个诗卷里面的内容 然后给大家去讲 一个是方法 就是构造函数的一个重载 方法的重载和构造函数的一个重载 或者重写这样子的 然后集合和范形 然后类和对象 继承呢 和堕胎 完了这个接口和抽象类 大致的呢 有这些 重点的话 到时候我们大家可以跟大家去讲 然后呢 我们有一个 刚才我跟大家讲了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一些案例呢 我们这里准备了一个案例 如果实际允许的话 我们把这个案例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一个土豪 养狗的这个故事 你把这个故事呢 记住了 你会把这个故事讲给别人听了 那么我觉得你的面向对象这一块肯定是没有问题了 知道吧 这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内容 那么下面的话我们就开始进行个讲解 能看得到啊 我关注一下大家动态 好 我们看第一题啊 我应该这样子 迪格他说在加外类中呢 使用以下哪个声明语句来定义公有的int类型的一个长量 做这一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包括以后 假如说要做题目 或者说给你面试题这样子的 那么我们就要关注一点什么什么东西呢 就要看他的一句 第一个他说定 首先我们抓住关键词是长量 那你要排除一下 长量是用哪个来定义 是不是 定义长量是用哪个呀 是不是我们讲的这个final final的定义长量 那么我们来看这里 有final是哪几个 对吧 这个是的 这个是的 那我们就选b和d了 对不对 完了之后再看他这里有关键词 我把这个地方给大家 公有 这样吧 公有的说明他一定是什么呢 要加个public 那你看一下哪个b和d哪个叫public了 肯定是d嘛 所以这一题是不是选d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一题选d 没问题吧 这样吧 这样吧 我们在这里的话 给大家新的一个项目 好吧 把这支点的写进去 我们新加货项目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们叫做 dip 这个包的话就要不要跟他再讲了 包的话我们说 他会建议为几级的三三到四级 比较好 你后面的话 你扩根据你的功能来警报也行 最好不要定于的三级 这是他的一个 标准这样子的 三个层次 对不对 比如说 coun.pn 或者说点我们的这个vip 点我们这个lesson 这是一个总的 对吧 然后呢 我可能说 每次个 我心里有个类啊 假如说这个类里面我们叫做 一个包 lesson 或者说 这样吧 我们跟他形象一点 我们暂时 这个跟我这个键冲突了 我们重录 待会我给整合一下 呃 这个呢 就是我们叫做 比如说叫做vip 什么呢 cross 可以吧 或者class 然后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课 我们就进一个包 叫lesson 以后呢 就在这写了 好吧 好 只能看到ppt啊 哎 看不到代码吗 看不到是吧 看一下屏幕 现在能看到了吗 能不能看到 可以了哈 可以了哈 可以了咱们继续嘛 ok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地方呢 我对于我们的这些内容呢 我先进一个文本 好吧 首先我们刚才讲到一个知识点就是长量 没有翻到来修饰的 是不是 翻到来修饰的 这样吧 先把这个改一下 可以了啊 嗯可以了啊 好 这一题应该没问题了吧 啊 这一题啊 这一题这样子的 还有一个静态的啊 还是static 正在静态呢 静态的这个呢 待会我们来举个例子 跟他就讲啊 就是static 什么是静态 静态的一般都是在什么范围啊 是不是类的范围下面去用的 是不是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啊 他说 关于重载 注意他自己讲的是个重载 啊 重载 而且是 而且是说法是错误的 啊 而且是说法错误的 然后呢 我们说方法重载要求名称必须相同吗 是不是啊 重载的名称一定要什么样的 相同 啊 而且方法的重载参数必须不一致 对的吧 嗯 是的 呃 重载方法的反护类型必须一致 一个方法所在内只能被重载一次 对 这个大家看一下 我们说重载的方法 什么是重载 啊 首先你要了解什么是重载 完了之后我们在这里给他定一个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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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是花的 那就点这个1.1 一定要点啊 不点的话很模糊的 首先我们要分析一下什么是这个是这个比如说这个方法对不对 你要了解一下方法 方法是方法怎么定义的对吧 比如说我定义一个方法 public void 这样一个方法 然后你要重载 比如我再定一个public void 还是修1 这两个是不属于方法的重载呢 肯定不是 方法不一致不属于 比如说方法的重载一定是满足第一个条件 但是呢 如果你这样写一模一样 那就是方法的重名了 对吧 方法重名了 那么方法隐身又不能改了 对不对 然后你再看第一个要求名称先通 符合了 这样符合之后他说 重载的参数必须不一致 就是你在这里写的时候 我们这里我显示一个名称 站一来你看没有 就不保存了 所以说这 例如这样的情况就属于重载 那么重载的他一个第二个条件呢 他说了 参数列表不同 而这个参数列表不同 就是包括他的个数 还有他的 比如说 int 一个 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这里包括他的 参数的个数 还有参数的类型 对吧 参数类型 你如果说一样的 但是呢 你下面这个多了一个 那也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呢 也ok 也ok 没问题 然后重载方法的返回类型 必须一致 是不是需要一致啊 是不是需要一致 不需要吧 记住啊 方法的重载 它跟你的返回类型无关 我写一个印着一个修 对吧 如果暂写行不行 也对吧 如果暂写 你肯定要返回一下 比如返回一个0 那是个普通方法 对不对 普通方法 这是不太惨的 对吧 这不太惨的 那如果说你跟他一模一样呢 他还保错了 那明显就看出来 跟他的返回类型是无关的 就是 与返回类型无关 那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是不是啊 跟这个是没关系的 不管你是外印的 double float 甚至于类类型 宿主对象都可以 但是呢 就不是很重彩 所以要注意这一点 这样 就是这样 会爆错 会 就是 会 编译 臭 rf 这 这一个 明白了吧 所以这个 是不对的 这个是不对的 刚才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是 选他的 啊 臭的嘛 他是不对的 他说一个方法所在类啊 只能被重彩一次 n 是不是啊 刚才我写了不止一次 啊 不止一次 甚至就是实力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构造构造方法呀 也是一样的 ok 那我看第三个 他说 刚才我们讲的方法存在了 然后对照他说 你这个写什么代码呢 让它成为方法存在 是吧 刚才我们看一下 方法名相同 参数类别不同 就可以了 比如说第一个 不管他什么 不同类型 不管他 xy 这个是z 这个是float 明显的是 对吧 参数 个数一样 但是类型不同 第二个呢 他虽然说 返回了一件词 但是他的参数也一样 名称也一样 所以这个肯定是聪明了 不是 public void x z 两个 这里三个 这个是不是也是啊 z in x 这个只是变量 对吧 你不要说哎呀 我把这个掉个儿 x在这 我放到最后面 你z在这个 在这个地方 我放到这个最前面 真的有关系吗 一毛钱的关系没有 是不是 一毛钱的关系没有 啊 能理解了吧 我们给大家分析了 这个方法重载的话 你就能理解了 是不是啊 再看 第四个 对于构造函数 描错 那么现在我们就要理解 什么是构造函数 对不对 什么是构造函数 这里我把它改一下啊 一般在博客里面要写的这个东西 一般别人都会给他命名 你知道命名什么吗 一般你都会看到这句话 叫做 忧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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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构造函数 我们就要理解了 什么是构造函数 比如说我这个类叫做 testpaper01 典型的 你写一个public testpaper01 你 完了 这是不是就是你的第一个了 啊 这种呢 叫做无参 让无参 构造函数 对吧 他说类呢 必须形式定义构造函数 刚才我们这个类 该没写他之前 对吧 有没有关系啊 没关系 对不对 他默认就会有 就是就是gm 啊 默认 会 提供 构造函数 是不是 啊 这为什么在谁就构造函数呢 我们讲了 这是一种无参的 无参构造函数呢 他不仅这样 还有个条件 是不是啊 我们一定把它写在这吧 就是说 没有返回值 这个没有返回值的意思 不是 不是像我们刚才写的这个void一样 void的返回值为空 跟没有返回值 是不一个 这个这个 不一个概念 知道吧 没有返回值 就是没有返回值 不是指 返回值 为什么void 对啊 波值这个 然后第二个 必须 在 什么呀 必须 本类的构造吗 那一定要在这个 这个类似 是吧 好 好 明亮现在可以了 可以看到了啊 不错 good 给给给那个什么 给名单给我找啊 好 继续 好 他说类必须显示定义 不需要对吧 各种函数返回类型是void的 刚刚我们分析了 不能是void的 各种函数 和类名有相同名称 并且不带任何返回值 任何参数 可不可以带啊 可以的嘛 对不对 你在写数不参的 我定一个有参的 难道还怎么低了 对啊 比如说我定一个 啊 识讯啊 这样的一个 呃 我要写的文 文本 是不是 再带一个参数 是不是就可以了啊 这个呢 是有参的 对吧 给我找 那既然有参了 那么这个参数 可以是n个 也可以是 一个 也可以是零个 是不是啊 所以说这里我们看一下 那我现在定义了一个 我定义两个带参的 那所以说一个类众数 可以定义多个样 完全是可以的 啊 完全是可以的 他说不能带 那可能是不对了 是吧 对于这个第二个支点 我们各自函数 是不是也是理解了 啊 理解了吧 啊 会得我们呢 领起来跟他说讲一个内容 是吧 好 我们再来一个优伤的分割线 好吧 好 好 好 我们看next 啊 这个复制过来就可以了啊 嗯 看第五个啊 这个这个就讲到了 刚才我们讲的用到了 其实这一题很惑人啊 就是很多同学如果做到了这个卷子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同学 就一不小心选错了 我们看到这么多代码的时候 首先第一步 啊 不是读语文考试 而不是从头到尾读一遍 不要这样子 首先找了他的卖方法 啊 他干啥 哎 他把他扭了什么玩意儿啊 然后print一下 先找卖方法 然后呢 再从这个里面去推去找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闷函数啊 他这里写了一个 他这里写了一个 呃 你看啊 这里写了一个叫做拼准 企鹅吧 啊 那么这个企鹅 然后另外一个拼准 就是拼了这样的企鹅 实力化对象嘛 创建一个企鹅对象 然后调用了print方法 是不是 首先我们要找到这个print方法 print方法在哪里 在这里 那么首先他是不是会输出 企鹅的名称是Name 请看这是health 呃性别是sex 是不是啊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看见这Name health和sex有没有复值 对吧 在这里他定义的时候 是不是都是有的no 0 no 都没有值吧 那么按照我们的 这个第一眼看上去 是不是应该 是不是应该就是 呃 0 0 就可以了 我们找一下 是哪个 是不是c啊 这个 但是呢 它是又写了一个东西 哦 有没有没看 没看 就直接哦 10熊嘛 然后构造函数嘛 那就说首先执行构造函数嘛 然后再写嘛 10熊嘛 哦 没有名称嘛 那就那是熊嘛 选D 对不对 明显的不对 刚才我讲了 能不能有wai的呀 wai的是方法了 而不是构造方法了 所以说这个方法有没有调用 没有调用 对吧 他只是new了它 而不是构造函数 这个等于没写 而你的选择应该是no 0 对不对 这些应该选c 那 没问题吧 啊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就是一定要看清楚他有没有 如果没有 那咱们就选D了 对吧 但他他有啊 是不是啊 这有啊 好 第六个 我们再看 下面讲到的封装了啊 也就是讲到面相对象的这个三大特征啊 封装 封装是最简单的是不是啊 封装是最简单的 好 哎呦 还在几个啊 那么下列选项中就加入啊这个封装的说法是什么 封装是什么呢 这里有概念了 我就不在这里敲了啊 不是敲了 封装就是将属性私有化 然后提供了什么呢 公有的方法访问 是有属性 对的吧 没有问题 然后如果你封装了 不给我提供这样的一个呃 内容 那我怎么去 反问呢 是不是 属性的反问包括赛的和盖的方法 是吧 赛的是设置值的 盖的是获取值的 是吧 赛的方法用一副值 盖的方法用取值 没问题 内的属性必须进行封装 否则无法通过编译 我们很明显看到我这内啥都没封 对吧 照样可以跑 对不对 也没看到编译出处啊 没有报那个 红色的这个小灯发错误 对不对 啊所以这一题呢 啊兄弟 简单吧 好 然后第七个 他使用加入封装的话 第一步是修改属性可见性来限制对 属性的访问 第二步呢 创建属性和取值 对于属性的访问 他的前提是这个一定要注意了 这他的前提 他前提是对于属性的访问地上不干什么 知道吗 他都使用属性和取值方法访问属性 并且常规的方法访问属性 然后再复值取值方法 在对象的存储性质 并且没办法创建对象 对不对 你要访问他了 那是不是要创建对象 通过对象来调用 处性和方法 是不是这样子 啊明显的我们看到在这里 我定一个类吗 大家上课就去学生背 是吧 你看我定的全都是一些私有的 词群 比如说我按照我们的规则来 agint id 叫stu number 学号 是吧 完了之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名称 加入 再来最后一个吧 page 没有了 你封装是不是给他生成get set 然后我们这里可以直接封装了 是不是 群众啊 这个不用讲了啊 对不对 这样是不是就封装下了 封装起来之后 假如我要在这个地方我要访问 啊 我要访问 比如说我这里写一个 类 student 我要说实话我们的学生 对吧 啊 那你要防护我们这个学生 这个类里了 student name和name怎么办呢 那是不是要调用get的方法 这些get的方法 这get的方法怎么调用啊 它是一个对象 好 回头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对象 这些区别 对吧 对象 对象的话 首先我们说你自己是不是要写个面方法 用函数 对吧 第一步是不是要什么 创建 student的对象 对不对 那就是student 是不是 啊 第二步 要用 student 要用属性 那就是stu点 你要调用get 那样 是不是这样要用 所以说你按照这个题目来讲的话 你的第三步应该是跟我写的这个过程是一样的 应该是 这也是你的第三步 对他的访问而言 所以这个也是不应该选这个呀 啊 没问题吧 好 那么再看第八个 第八个 他说这段代码里面 this关键字什么意思啊 this 这个我们都能理解了 是不是啊 this的nam 如果把this退掉 是不是会 会没有意义啊 这个nam是什么nam 就这个nam nam等于nam有意思吗 没意思 所以这个this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的是这个内的本身 啊 这个本身的展示引用 是不是啊 不是nam属性啊 不是nam属性啊 那么是这个 不是这个 如果是如果说硬要说属性的话 那他这个没有方钻 代表是这个 自断 对不对 代表是个自断 test类内部指代 这是引用 哎 这个是对的啊 好 一看就出来了 test类对象引用 test类的其他对象啊 this怎么可能会引用其他对象呢 是不是啊 指所在的方法 不是啊 这个不是啊 是吧 好 第9题啊 呃 在加伙中呢 以下程序运行后的输出结果是什么 输出结果是什么 那么这个输出结果是什么呀 首先我们还是一样 新开面方法 新开面方法 大家可以之前在这里 就是如果说大家有这个 是回答的啊 可以在这说啊 没关系的知道吧 这就是互动的环境 那么再看这里test的ptpt2 然后下面给他留了 一个33一个是44 那么看一下test的购置函数对不对 这是有参的 带俩参数的 都是英特类型的 33是x等于3 y等于3 z等于4 44就是x等于4 y等于4 然后输出pt1 x加pt2 pdlx 那就是pt1是3 pt2x也是4 那就是3加4等于7了5 是吧 受益类对不对 好 没问题吧 那这考的还是什么呀 构造函数啊 还是考的构造函数 第十个 再加回原动下 关于类的继承 继承 继承 继承的话 这块我们来讲一下继承 比如说在这里我们写的 是这个啊 这是一个类对吧 我没有写面 没有办法啊 比如说我这个就是一个test 的prepper1 好 我就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一点 我就不再先进那么多类了 我就直接在那写了 比如我class 之前嘛 我一个person 明显你看名字就是他什么类啊 不类是不是啊 是吧 然后呢我再定一个class 是吧 比如说我这个 就 就 叫做你的这个这个 嗯 chal chal 这样吗 不要person 啊 parent 啊 这个叫 chal 好吧 那我想继承的话 是不是有关键字啊 equence 对吧 接住这个equence 关键字 啊 继承 就是说 在这里 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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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承谁呢 继承我们的parent 啊 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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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承之后 这里有什么 它就有什么了 对不对 它这有什么 它就是有什么 对吧 这种属性能不能继承啊 如果说我定义私有的 他能不能继承 能不能 这么多孩子 不能 老人说的对 那么比如说继承 他一定要有一定的条件 是不是 一定条件 私有的属性 他是不能继承的 如果说我定义成 定义成protected能不能继承 这样做是不是可以 受保护的 这个能力 这个防控控制 他不就是为继承 诞生的吗 就是public更可以 如果你把定义成public 就不可以 是不是 好 然后他说一个类 可以继承多个类 可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 为什么呢 我们刚才讲了 继承 它就有一个什么性 就是单根性 这个在视频当中 老师都有讲到 对不对 都能讲到单根性 就只能继承一个 而接口呢 接口可以实现 多 可以有 多个实现 对不对 接口可以多个实现 而继承只能继承一个 如果你想实现 类似的像这种多继承的 那就劳烦你用我们的接口 所以这是不对的 但是一个类可以多个质量 当然可以了 你这个比如像这个典型的这个类吗 这个一个parent 这个父亲生了一个child 他生了一个 比如说生了一个boy 男孩 他还可以再生一个什么 比如说这个男孩个子标 这个父亲个子比较高 他他继承了他的这个 比如说他的身高 是不是 那女孩呢又继承了这个 父亲的一张这个什么 这个这个 比如说他的一个大大的眼睛 那都可以 就是说可以多多个质量去继承 就是说一个类 就是我们这样讲的一句话 就是一个类可以有多个子类 是可以的 parent可以有多个子类 没问题的 是吧 他子类可以使用父类的所有方法 刚才我们讲的 子类是不可以的 子类一定比父类有更多的程序方法 那不一定 这个太绝对了吧 是不是 他觉得 你比如说像这样的 我这个类里面啥都没写呢 明显就没有 是不是 是不是这太绝对了啊 所以说这些是不对的 所以只有B是对的正确 是吧 那么看到这一题 你看11题就没问题了 那加工中如果类是类C是类B的子类 类B是类A的子类 那么很明显 就是也也类出来了 是不是 很明显看的A嘛 不仅继承的B的公共层性 同时也继承的A的公层性 完全是太大 不用看了 他我们刚才讲了 这个继承呢 不仅具有单根性 还具有什么性啊 传递性对不对 但还具有传递性啊 没问题吧 所以说传递过来之后就形成了A的这个答案 好 那么我看在第12个能理解吧 啊 12个他说给定一个加工程序Test的 那么编译的时候呢 会做出什么情况 嗯 分析一杯 他说第一行引发兵译错误 做不回来 他非常老实的定一个方法吗 防徽应急类型吗 他对吧 防徽应急啊 多老实啊 没错啊 第二行引发错误 他定这个也没问题啊 第三行 第三行也没问题 第三行呢 同学们说 可能说 哎这个有问题吗 这个爱根本就没有值嘛 对吧 但是注意了啊 在我们这个爱的时候 不通于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 这个东西啊 不同于在这里跟他讲的 比如我这个地方 我写了一个 啊 印册一个A 啊 然后呢 我在中央A啊 这个印册一个B 所以可以A加10 那不同于这个啊 这个的话就顶先是什么变量了呢 取得变量了 对吧 这样写的是有问题的 会搞错的 而他这个是没有错误的 他这是没有错误 哎 在这里 所以他群举变量 所以是没有问题的啊 他会给他负个值 硬特类型负的值 他应该是默认识给他一个电了 对吧 所以这里的话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比如说 这里有不太选项 就是 成员变量 默认值的问题 比如刚才印册 他会默认给他一个什么样的 0对不对 啊 0 然后呢 词讯呢 怎么来了 拔过呢 0.0 对吧 0.0 那么好 那我再问大家一下 大家有没有 有人知道 恰的模式是什么 啊 这个恰的模式 猜一下 啊 严小和同学啊 你这个是啥意思呢 啊 你想表达是不是这个 在我们电话上 尝尝的这个东西 是吧 这个嘛 空格啊 空格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啊 就 恰 他就是一个空格 啊 空格 嗯 好 所以这个是没问题的啊 很明显编译通过 我们再看这个问题是三个啊 这个可能看到这个东西呢 可能有个同学就觉得 比较的什么样 难受了 太长了 对不对 代码看不太轻啊 看不太轻 给你翻大一下 你看不太轻 你可以点了一比一样 跟他们讲的嘛 啊 我们来分析一下啊 首先还是看这个模样啊 首先他 new chart 好我们首先去看chart的 在这 在哪里啊 咦 好 就这个嘛 啊 呃 他什么都没有 那按原点点什么都没输出 对不对 然后他继承了parent2 好我们再去看parent2 panda发现呢 这里输出一个parent2 有个同学说 这里过的函数吗 那不就写parent2了吗 对吧 按理说是这样的 但是呢 发现parent2 对 parent2里面又继承了parent1 对吧 我们再去看parent1 parent1这里呢 发现有一个什么东西啊 也是够的函数 但是这个函数是什么呢 是有 参的 有参的 我们刚才在这里讲过了 在这我看一下啊 再来讲一下 这个函数 就是 注意吧 如果 一个类 一个类中 显示的 你给予了什么 有参的 有参的 不管基于不基于 有参不参的 反正基于的各种函数 对吧 这 GVM 不会 再 起功 莫认证 对不对 不会再起功 不会再提供我发现这里 因为你制成了什么 负零吗 这是指令 你 你这里写的parent2 他要找他负零的什么 parent1的无传格子函数 发现没找到 就这一个 所以他会报错 报错 报错他说 没有找到格子函数 判的几啊 判的2 这样分析能不能理解 这就是 这种 既存啊 如果说有疑问的 有疑问的 大家可以 在这里面去问一下 好 这是一个 我们来看这第14个 mos看上去跟他一样 是不是啊 mos跟他一样 但是我们看这里 chard newchard 他这些 流的是子类 对吧 不管他流的是子类 还是负类 反正他都会去进入到我们的这个 哪个负类 如果有继承关系 可能会去进负类 进负类他会输入 parent 完了之后输入什么 chard 对吧 这很简单 pinalchard 是C 好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 我就跟大家讲一个 讲一个事例 讲一个事例 讲一个什么事例呢 对于这个 我说 我写一个 写一下 大致写一下 pinalchard 大致写一下 就是这个 book book 然后在这book这里呢 我写一个 book public 你也把这个稿签出来就好了 public 我输出一句话 book 不可以 不可以 我在这里呢 再定一个面 哦 不好意思啊 从最简单的开始啊 我现在是可以用book来写的 然后 让你告诉我 输出结果是什么 是不是很典型是不可一样 对不对 是不是不可一样 很特别简单啊 我们再看 还要来一个 比如说我们这个叫做 scoo 。 算了 scoo 这里呢 也有 scoo 这里呢 也有 scoo 那 我是说 scoo 好 我做一个 变动 我做一个变动,做个什么变动呢? 这个真是不行吧,我这里写一个 就写自国,好吧 然后在这里定一个book 好,问题来了,主位,问题来了啊 现在我在干嘛呢?我就变成史过了 在那边史过,主位 告诉我,输出什么 嗯,这样吧 输出什么 啊,不是,就是score.15 好,你告诉我输出什么 回答一下 小王同学,你看一下这个代码块 你看,如果我调用这一行代码的话,输出结果是什么 啊,输出结果是什么 看一下这一块 不可以,然后呢 没有了 还有一个不同意见的 啊,事故,数这两个,是不是啊 嗯,好,运行 对的吧 不可以,事故,什么问题的啊,好 那么 我换了啊 这不可以,对不对 好 小王,能不能继续回答 这样的话,又输出什么 刚才输出的是 不可以,事故 对吧 现在输出什么 小王 小王是不是看累了 看累了,让这个 fail jump 能不能回答一下 大动起来吗 挺冷的 啊 来看看 再往看看好 咱们再看一下,行啊 来来来 来来来来,看一看啊 跟他一样 只不过我这里多加了一个什么 不可 刚才说的结果是 不可以 是故 嗯 再加什么 不可以 再说这个不可以 是不是啊 你就不可以 是故 然后不可以 啊 这样子 好,那么有没有不同意见 不可不可 不可 不可 是故 嗯 good very good 看到没有 不可以不可以是故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啊 啊,这才是对的啊 这样得对啊 这样得对啊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啊 为什么 一定要注意了 这就是我们讲的什么 对象的初始化顺序的问题 啊 这里一定要注意一点 对象初始化顺序的问题 就是对象初始化顺序 先要执行什么 不管你 不管你这个地方放哪儿啊 你放在前面要放在后面 反正他如果有构造函数 一定先执行个的函数 是吧 先是执行个的函数 明白吧 那先执行个的函数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 先执行个函数 然后 然后 我们再看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 这一题啊 刚才我讲的是不是 Static 这个关键词啊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在哪里啊 在这 但我们讲 好了 然后你我再 变个变个法啊 这是不可一啊 那输出的是 呃 不可一 那我带个参数吧 为了区分开 好不好 Intel number 然后这里呢 就写一个不可 加 number 可以吧 啊 然后这里传一 这里传二 啊 那这个我们先运行 看这个结果啊 不可一不可二 对吧 好 现在我把这个不可二 加上一个代替 没差的也没变啊 你再告诉我 输出的结果是啥 嗯 小刚同学 啊小N都会产拿了啊 AES AES 为什么AES啊 我们看结果 对吧 对的啊 包括二不可一死过 很好啊 因为我们讲了这里呢 static 他的他的一个作用域 或者他这个群线范围 他是不是应该是在我整个类的本身啊 他受类似控制的 对不对 受类似控制 他的作用域是在类的这个上面 所以说你一定要注意 如果说你加了静态的 那么先要执行静态的 先要执行静态的 先要执行静态的 明白吗 啊 一定要注意这一个啊 一定要注意这一个 然后如果说你再 我再给你变个变个内容的话 我再给你变个内容